最近,一幅以耶稣基督復活為創作背景的名畫 在武裝護衛運送之下 首次在意大利運送到來香港 而這一幅在世界上極之珍貴 而且重要的名畫 還以港幣6億6千萬的保額 在香港免費展出 以後讓我們一齊來看看 這一幅觸目的巴洛克風格巨座 自力推動亞洲藝術文化的 亞洲協會藝術館 在3月至4月期間 展出由著名意大利藝術家 卡拉雅喬所畫的 《以馬五師的晚餐》 這幅畫描繪了路加福音 趕述耶稣死後三天復活 並向門徒顯現的事件 捕捉了主基督 在以馬五師這條村 向部分門徒顯現的情景 亞洲協會香港中心行政總監 曼淑娟 曾經出任美國華人 博物館總監一職 他亦都感想過 《以馬五師的晚餐》這幅作品 卡拉雅喬這幅畫的重要背景是 它是基督復活後 跟他的門徒 在耶馬五師的小鎮裡 碰盛 當時他的門徒不認識他 是在晚餐以馬五師 以馬五師晚餐的時候 突然認了基督的本人 所以這幅畫的宗教背景是 就是耶穌復活後被他的門徒認的時候 所以這個很特殊的背景就是 因為卡拉雅喬1605年畫的 那時候他算是個基督教徒 他的人生過了很久 他有殺了人 我想這幅畫在卡拉雅喬他可能想 就是救贖吧 就是有一點就是復活 就是再回到他像以前那樣的生活 就是被救吧 我覺得在那個耶穌的那個 你把那個燈 那個光照在耶穌臉上 他我想卡拉雅喬也是希望 他自己能在從黑暗 回就是有光線的時候吧 卡拉雅喬選擇了仰望基督 去得到拯救和盼望 這個正正是復活節帶給我們的意義 今次展覽 展覽特別安排了 我的二萬五師星路 聲音盜欄活動 模擬當時門徒和耶穌的對話 協助參加者理解 以馬五師的晚餐裡面的人物 在耶穌向門徒顯現之前的 心路歷程 讓他們欣賞這幅畫的時候 更加有感動 其實本來我們有罪 在神眼裡面 其實就好像沒有逃到羔羊血一樣 會被殺 但耶穌的受死 就好像幫我們在門上 逃血一樣 而耶穌 祂就是那隻羔羊 大家了解這幅畫的背景和主題後 都可以邀請朋友 一起入場看這幅 《以馬五師的晚餐》 趁著復活節期間 和他們分享 耶穌就是我們的拯救和盼望 我會做的對話 讓我翻看這幅畫面